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明杨子 今天我们的黄瓜,第一批菜数的黄瓜 先去摘黄瓜了 我们这个黄瓜算是在本地来说,上市比较早的 现在本地的黄瓜还没有出来 看这个黄瓜多高产 每一个结上都有一根黄瓜 这根黄瓜,混蛋是个黄瓜 lber 解击 黄瓜 这个怎么经历一点 这个多值 这个就好看 第一批的就长得丑一些 这黄瓜在我们这 现在是三块钱一斤 三块 那个绿的黄瓜也是三块一斤 水果黄瓜 这是双黄瓜 表面上是有层白色的双的 闻着好香啊 老爸是很喜欢种黄瓜的 黄瓜西红柿啊 这个蔬菜都比较难种的 但是老爸很喜欢种 因为他们一根就很重 一个就挺重的 很压秤 经济回报比较高 但是这几种蔬菜 虽然经济回报比较高 你像黄瓜 茄子 香氏 都是很难种的蔬菜啊 好多人就种不好 而且这种蔬菜也很容易生病 那种病感染性很强 被救治的可能性也很低 去年我们有好多黄瓜 露天的 也是生病了 生病就会导致它的品相不好看 产量也会受影响 我们这里有很多顾客 他们也很聪明的 因为买菜买的多了 他们就有经验了 他们在菜市场买黄瓜的时候 要看是不是带这个霸 如果是带这个霸的话 他就知道是本地的种的蔬菜 因为本地的蔬菜 会比外地的蔬菜更好吃 更新鲜 虽然会贵一点 如果不带这个霸的 也冒充是本地菜 他们就知道不是本地的 就不会买 老爸刚才以为我没有带霸摘 他紧张了一下 他一定要把这个霸带着 带着以后更新鲜一些 地面地的工具 接下来打一个喷 又是一宫 这个白霸黄瓜外表 是有点凹脱不平的 跟我们上次摘的那个 树果黄瓜是不太一样的 还有它表面上是有一点点刺的 最好戴着手套摘 像老爸的话就是不戴手套的 我的话感觉会有点刺 扎得手疼 这种刚摘下来的新鲜黄瓜 它长成熟之后 这个上面那个花自然就脱落了 像我们平常在超市里面 看到有些黄瓜丝瓜 还带那个花还特别新鲜的 这种黄瓜我们家一般是不会买的 这放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不要这么来回的搓它 上面那层霜会掉的 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就感觉很新鲜的 这上面稍稍一摸 那层霜就摸掉了 就会变成绿色了 这上面那个霜就跟你把一瓶水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 它外面也有一层那个白霜 就跟那个一样的 你把它一摸 那个白霜就掉了 霜冬瓜也是这样的 老爸在摘线菜 红线菜 这个韩菜是3块钱吧 5块钱2块 那些价美的 咱们没有炸大 咱们炸几点 我说你要炸那么多 我干不关系 我都干不关系 大手准备小八分 现在本地菜上市的还比较少 好 现在这个上市的话 菜价会比较好一些 那海边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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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长得比较小 结的比较少 你的包装在这边解锁一下 哎呀装不住了 走 我给你拆的有点嫩 但是我去年吃的那种你讲太嫩了 你讲还可以再静一会儿子 去年也不希望 这次拆的快顶得一会儿了 三天 不是三天啊 三天还长大去 我还长过去 你还活着水了 你看啊 这黄瓜 昨天浇了水之后 现在又长得比之前更好了 这个黄瓜的品种可以 可以长很高的 如果这个支架不够了 我们就要让它横着爬 它是主要是主屯脉长瓜的 侧枝我们把它打掉是因为侧枝 它长出的瓜 品质不好看 而且产量也很低 所以把侧枝打掉 像这样采收过一次之后 再等三天 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摘到这么多黄瓜 黄瓜一般可以长到夏天 温度到三十七八度的时候 它慢慢的就会进入衰老气 就哭死了 下雨了 有个大棚就是好 淋没到雨 老爸 我觉得你今天的广瓜比去年的还贵些 你发现没 不是一个苹果吗 是一个苹果不一样 我感觉一样的 我感觉是一样的 这个黄瓜好香啊 我们上次用自己的黄瓜做的披萨 特别好吃 这个也是双黄瓜 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 这个稍微偏青偏绿 刚那个偏白 刚那个偏白 这个就会来说 这些都会说 这些人很喜欢的 所以我感觉 这个也就是 因为我们看它 这样去烤了 这个烤火 不太厚 这个烤火 这个烤火 还有烤火 就是烤火 看这个黄瓜 跟这个是不同的品种 右边这个偏绿 左边这个偏白 都是双黄瓜 这种会比这种更好一些 口感和品质品相都会更好 从外形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黄瓜你看它长得很标准 就吃起来很嫩的 里面一点渣都没有 但这个长得不标准 而且社会长几天 这里面就老了 没有这个好吃 这是水果黄瓜 这个黄瓜表面上没什么刺 很光滑 很水很嫩也很好吃 像这种偏白的双黄瓜 它长得很大了 基本上还不会老 刚才那种绿的就容易老一些 今年摘的三个不同品种的黄瓜 水果黄瓜 白霜黄瓜 这个是青白色双黄瓜 三个品种 吃完呢 没得吃的 这个好重啊 我估计有七八十斤 这个好重啊 衣服也是多里面 这里包歪黄瓜拿回去给鸡鸭吃 我估计有七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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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霜黄瓜 做不到 s 去忙忙吧